全意问答 让我们跟随师父好好修 观世音菩萨也让师父把我把汉多流落在人间的菩萨带回家 如果我们不能这一世修成 一世来世师父已不在人间 这已经是最后的法常传了 如果无法登传 可能要等到几十亿年后 尼勒菩萨下世才能解脱了 师父我们一定要跟着你们好好修 一世修成 不容易 所以一个人的努力要加上机缘才等于成功 很多人没有机缘 你比方说过去在印度佛道还没有下来的时候 很多人也想寻找解脱的 所以他们就到婆罗门教了 对不对 拜火教了 他们就找不到佛教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感恩你 今天当王菩萨是大愿还是大笑 今天真的应该好好地感恩我们的师父 真的一定要 师父只是说让你们知道了哪位菩萨 我们伟大的菩萨 伟大的菩萨的那种意愿 愿力 让你们找到了一个回家的路 让你们找到了你们真正的这个良心和本性 这是最重要的 明白了吗 过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良心本性 跟着很多世俗的人为民为利 现在很多人已经找到自己的良心本性了 现在很多人有良心 你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是是师父 今天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地藏王菩萨 师父 师父再见 师父 再见 好 师父 再见